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連結影片簡介 今天是跟大家分享一個在Twitter上的一個Pose 我叫他為一名香港人的獨白 他講到我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而且是受英式殖民地教育長大一 所以在我成長之中一直沒有國家觀念 港英政府也不容許我們有國家觀念 對英國不會喜歡,對中國也沒有什麼好感,很陌生 在香港區聽到中國的消息大多數是負面的 直到2008年北京奧運直播才突然發現中國真的站起來了 其後自己網上找資料才知道國家近30年來少少的國情基建 那些年中國只是發展中的國家 但一直扶持其他第三世界的國家 中國帶領著自己的人民前進 同時也對其他國家作出貢獻 遠遠遠超過我所知道歐美國家的美好 我開始對中國的領導人敬佩起來 大家所說的中共,我沒有仔細去研究什麼是共產黨 但中國歷史告訴我 能夠令人民溫飽甚至附足就是好的政權或政府 這些年來中國是和平崛起的 跟拿軍火武器建國的歐美國家不一樣 這個是奇蹟 但竟然能夠生存還成為第二大經濟體 從前對中國沒有好感的我 現在我會說我能夠身為中國人真的很榮幸 幾個月來,疫情令我看到什麼叫做愛護人民的國家 我國以傾國之力去救援國民 行事迅速果斷精準 在疫情的迷霧中帶領人民成功走出困境 身在香港的我,真正見識到祖國的溫暖而巨大的力量 在不可思議的角度,起危難的時候 外交部對華人全球支援 說到做到,全球還有哪一個國家為國民可以做到呢? 這段文章一共分了四個帖文 各自收到網友熱烈的支持和討論 其中一位網友,估計也是香港人,留言講到 我和你背景相約 我甚至對英國有情義傑,而且頗為熟美 反而在1997年香港主權與移歸中國之後 漸漸欣賞中國 特別是習近平成為國家領導人之後 並以自己是中國人為榮 港獨、反中等的運動 令到本來對時事、政治冷感的我看不過眼 有人選公義、歪曲事實、違法亂紀 最奇怪的是,在去年六月之前 我從未如此有國家觀念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所有內容 我相信以上兩位香港人的想法 和螢幕面前這麼多位觀眾的想法是相近的 曾經我也是那一位對時事、政治冷感的人 但是2019年的事情令到我明白到 原來政治可以如此顛覆人性 原來媒體可以控制一切 原來立場可以無視對錯 所以我選擇走出來 告訴更多人知道 暴徒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有所詞文、交流ight能力 是為何你們是為何你們是為何你們想說 原來選擇 有所詞文、歪曲事實、幾乎 自為何慶祝的